Hello 各位Hong Kong singer channel的朋友 大家好 我剛剛出了我的新歌 叫做一了八了 你們聽了沒有 當然有了 一定不是大家以往所想到的那件事 因為這個字可能是一些大家想面臨放棄 或者本屁的情況之下 攬炒吧 一了八了的意思 但是我們就很想twist它的意思 就像我們今年祝福三保股全部都是想這樣 一了八了的意思是叫大家學習放棄 當你願意放棄一些你以前捉得好的東西之後 可能你會感受到將來你可能有更好的結果 不一定放棄就是了結 這首歌裡面也有很多歌詞我自己很喜歡 其中一個我覺得 是我今年的祝福三保股的點題 就是無憾事就作遺憾事 大家都無憾 為什麼會是一個cursue呢 就是因為當你覺得每件事都一定要無憾的時候 你生活就一定很辛苦 當然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去想 一定要盡力做到一個無憾的影界 當然我們是要纏著這個方向 但是當你捉得太實的時候你放不下 但是當你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都要跟自己說夠了 其實我已經做到 我已經醉了 我放下它 那結果是怎樣的話 其實都真的交給宇宙 盡力就算了 為什麼遺憾事足夠呢 就是當你有這個mind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些少許遺憾 都不是end of the world 就是有些少許遺憾 可能你會當是一個更加美好的風景 一個缺陷 下次再不用擔心 下次會從頭再來 有啊 我覺得都不一定是說一些生死那麼大的題目 有時候我們生活上有些瑣碎的事情 可能我們都放不下 比如說我每天 尤其是做藝人 可能大家以為只是唱歌那麼簡單 其實都不是的 有時候都會有些大挑戰性的工作 去走出一個 comfort zone 例如我有時候都會有些工作 我覺得 沒試過 做不做得到呢 結果會是怎樣呢 有時候都會因為這樣而好多多亂 甚至乎失眠 心情不好 其實都提醒自己 都是可以放下的 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從頭來過 當你願意去接受 一個 就算它是失敗 我都不怕的 我都可以重新天然 其實 沒有什麼需要害怕 這個也是可能我 失眠的時候 我想起這個句子 我就覺得 哎 睡了先了 哈哈 有的 就是 在遠古少少的時期 可能做Hi-Fi碟的時候 我都經歷一些迷惘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大家好像把我 第一隻Hi-Fi碟是挺成功的 然後就保持著 有一種 無論是我 或者是當時公司的團隊 也都覺得 要繼續做下去 大家放不下這件事 都是我們 我和我公司 要一起去衝號的 就是 好像Hi-Fi碟都已經夠了 不如我們回去做 原創的歌曲吧 但那段Hi-Fi碟的期間 其實我自己流失了很多 我可能喜歡聽過原創的歌曲 有些Fans 其實都要重新建立 都是要放下 然後 希望將來有更多的 不同的機會 也都造就了當時 有四筆像 當時放下了之後 第一首歌就是四筆像 其實It was a good start 但是 開始了之後 後面又好像 少了一些承接的後徑 去維持自己音樂的方向 再次了 又要一了百了 放下了四筆像 或者這種曲式的情歌 或者這種ballot 走去做暗黑系列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就是我真的完全放下了 然後現在我得到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那個滿足感 可能大過之前很多 又去到最最近 可能年頭的時候 大家都 恭喜我 拿了一些 我未拿過的獎 例如女歌手的獎項 其實1月1日 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很記憶的日子 但是 那一日之後 所有事情 其實都是要歸零的 我沒有得把我去年的成績 去今年的成績 的音樂成績 我沒有所有事情 要重新再遲 所以這次去做一些慢歌 譬如年頭的《同歸於盡》 《一了百了》 其實我再次去找到 好像又放下了一些暗黑的元素 開始走向一些 希望大眾可以多一些 有一個挑戰 就是多一些商業的元素 但是又不伸去我們本身 喜歡的那種音樂的氛圍 風格 所以 又是重新了一次 就是一了百了 有了這首歌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寫招 有了